Hello 大家好 又回到這個《與時我聞》的時間 又在直播中 今天兩位嘉賓 很熱情 我們今天講道教 沒錯 上次這個拜火教就是大宗教道教 其實道教呢 我們要先搞清楚 道家 道教 以及道術是三種不同的 要講一段時間 但今天精簡一點 道家呢 就是二千多年前 有兩位仁兄的著作為主的思想 一名叫老子 他寫了一本書叫道德經 一名叫莊子 莊子三十多篇 最主要是前面七篇 預言形式 這就叫道家 緣起就是思考哲學 思索哲學來的 但是受了佛教影響在東漢末年 就有位叫張道靈的人 又叫張堅師 在江西龍虎山搞了壇 這批人是什麼呢 就叫道教 正式建宗教 有儀式呀 有製服呀 有一些經文呀 有墨頭呀 其實問題是這個道教 你又不能說他 立即炒一碟 思想是用道家的 但是儀式呢 其實是我們中國傳統的散漫教來的 所以變成道家與道教 很有趣的中國文化關係 即使看道家緣起的時候 老子、莊子 好像沒有教的 但當時哲學思想從何而來的話 其實都是跟文化背景有關的 也本身是建基於雙周歷代以來 祭天的傳統 將山川鬼神一大堆東西 都其實有關係的 但是道家就比較純粹講哲學 變成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 完全沒有講過創世 沒有講過君臣 沒有講過這些東西 又不會跟宵王子 沒有什麼儀式的 事實上道家那道事現在香港也很流行的 我們說用傳統儀式的葬禮 就一定要找藍魔佬的 記住藍魔佬不是佛教的 沒錯 是道家的藍魔佬 所以念經就是道家的藍魔佬 念經、燒衣 其實佛教是不燒衣的 佛教是供奉水果仙花的 燒衣 主要是葬禮上用的 其實道教 傳統上就是我們中國傳統的撒滿教 做生死殯葬 尤其是殯葬業 儒家就不做殯葬 佛教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殯葬 佛教反正就是 塗皮燒了他 然後就 所以道家與道教的過癮地方就是 很過癮的一件事 很多宗教都是排他的 但是道家呢 至少絕對不排他的 道教都不排他的 好過癮的 三皇五帝 甚至連釋迦牟尼告可以罰 現在罰 將來罰都可以百秒 道教 你們已經說了那麼多了 當然不可以啊 這個女王嘛 千里傳音啊 這個是我的腦電波來的 作為一個世外高人 我要用我的腦電波和大家溝通 女王又拒絕上鏡 其實女王仍然名艷照人的 不是啊 這件事很慘的 譚博說真話 大感冒又錄親的手 又劈親的腳 這樣算是慘的 這樣算是慘的 這個祭遇也會令人慘的 女王沒有啊 你知不知道剛才譚博上來 她跟我說什麼 劈頭第一句 她說難怪你當年港姐選不了 不是啊 我終於看到你 真身類似我的意思 你得罪人而已 我只是說太矮而已 什麼啊 選港姐一般來說起碼是七七一 不是六五 就是七零 當然不是啦 最矮是林良衛 五尺二也沒有 五尺 林良衛你借零 不是啊 我那屆那個夠四尺 不夠五尺 上下啦 不要緊要啦 這些我們不要說 別人又說我們講私怨的啦 只不過是回答你說 一個就說我樣子不殘 一個就說很殘 那我回答你其實是很殘 那些女王不肯上鏡啊 以我的看法是很殘的 事實上是很殘的 講回這個 我剛剛的experience說 是完全與如是可聞 與道家道教沒有關係 那麽神奇 其實我現在想說這件事 是比較接近決戰中環的題目 嘩 無緣無故又玩政治 很害怕 對不起 由於突然抽了一條根 那麽我便說 那麽沒問題 那麽我喜歡說的都可以 那麽我剛剛就下了醫圖 那麽我下了醫圖的時候 那麽我一個人吃東西啦 那麽我隔壁就聽到 那麽老婆 那麽媽 就是如是我聞 有個老婆這樣說的 這麽就是我聽到嘛 如是我聽到 那麽就是如是我聞啦 那麽我老婆就跟老公說 其實我今天去看一個展覽 他說其實現在香港亂是很正常的 其實歷史上都出現過很多次亂的啦 那麽 那麽老婆就說 那麽不行啦 那麽現在亂發呀 又港獨又醫又怒呀 那麽亂發是沒有的啦 那麽不是以前那麽來的 那麽到最後呢 就是我在吃的時候在掙扎 好不好答爹呢 其實是隔了幾張桌子的嘛 那麽莉恩我當然是把握不住啦 那麽飛了杯過去啦 我起一身走過去跟他說 那麽我就說呢 我剛才聽到你們的conversation 我覺得很interesting 我說我想答幾句而已 我就說其實呢 You know what Just take it as 一個生仔過程 嗯 就是震痛是 喔 對不起 那麽貓即時喵了聲音 喵了聲音 感觸很大 喵聲音也有反應 嗯 我就是它一個鎮痛過程來的嘛 我說等如生仔那樣 現在 你由一個獨裁的政府 開始面對世界 要跟世界接軌的時候 那麽衝擊自然是痛的啦 我說其實你看回 你們兩個最熟歷史 不用說 你說那時候發覺大革命也好 你說英國光明革命也好 一樣 你以為是整件事很順利嗎 我說如果你覺得 現在很亂 其實你看回 現在鄰近中國的經濟起飛 其實說三五十年前而已嘛 都在玩批鬥的 都在跪著玻璃的 是不是都死了幾千萬人的 那我一鞋政策 知道是不是又可以生了 那麼多十四億人出來 其實在最後 其實在最後 都會很順利 哇 我說不用怕呀 我真是普道眾生呀 我說真的 你留下的東西 在節目上說吧 我們說溫度教 說溫度教 你真的不派交了這個地步 完全不派交了 你一點反應都不給我 五十四億 女王說的都是可以引入話題的 說完道教呢 你還沒說完 我還沒說的 你還沒說的 我那個版本 我不知道你剛才說的什麼 我們說了道家 老子莊子就是道家 接著說了張道靈 張天師就是道教 沒錯 但是滿天神佛 即是自備斗掃那一刻 是另一件事 雷王可以說說 可能是道術的問題 道術啦 我只說了兩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 其實道教 是一個大混雜來的 沒錯 非常開放的 非常開放 它是一個簡單來說 其實它是 騎劫了別人的 狂抄和騎劫 它騎劫了方先道 和黃祖道 沒錯 這兩派 再加為民間信仰 還有太平道民間 就變成現在的道教 其實就亂到七彩人 以教來計就是 是的 第二個項目 我會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神和先的分別 沒有了 沒有東西說的 什麼叫神 什麼叫先 快點說吧 我稍後再說 我讓我再說一個方先道和黃老道 方先道其實就像現在的 什麼叫方氏呢 術士呢 就是出自方先道的 又是那些 一千幾百年前 兩千年前 是兩千年前 最出名的叫徐福 他就玩什麼呢 屬於方氏呢 方氏呢 沒錯 日本國父啊 三千唐男同女 去了日本 居民在日本 京都大等落 建立了日本第一個 叫做 皇國 遠道扶桑 還有日本人都不否定他是徐福後援的 他有個徐福墓價 很過癮的 紀念價 還有一個徐福墓在那個 還有台灣呢 台灣也有 不好意思 很明顯帶過的同男童 跟他不夠稱 搞得發育不良的 你不要管 現在沾山東大漢都可以了 方氏呢 亦都叫做神仙家 他們就是玩什麼呢 就是玩天文 醫學 地理 砍魚 我們的五術 在山伊卜星上 就是出自方先道 長壽之術 延年益壽 出自哪裡呢 其實有一個 我們說最早最早的紀錄 是周寧王時代已經有 據聞那條友 就是懂得陰陽之學 又懂得跟鬼神溝通 方先道跟後來的道教是不同的 因為那時候的方先道 其實是鬼神 他沒有一個正邪的區分 譚博話雞 就像殺滿教一樣的形狀 不是方先道是 春秋戰國形成一種方術 方記都是道術人的 當時人叫方氏 他研究範圍很廣闊 包括天文醫藥神仙 占卜 相索學 堪餘 還轉成復食祭士 就可以長生成仙的 我們現在說的金木碎火土 周寧王叫長弘 我們現在說的金木碎火土 五德 就是出自他們的 五行陰陽 即是等於我們所說的陰陽家 陰陽家是另一派 方先述又是另一派 方先述是以五行 著名的 然後他就採納了陰陽家的陰陽 周寧 變成陰陽五行 周圍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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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春秋的時候很開通的 春秋九流十家 一直都炒起來了 炒起來了 炒起來了 那時候他們宣稱是什麼呢 他們是像西極 鬼佬說的西極 他們主張說 其實我們的靈魂 他們信有靈魂 可以通靈 靈魂如果離開一個肉體 就可以混由 就可以跟不同的鬼神溝通 那你就 喂你的時間好用很多 你會知道很多東西 因為你沒有了一個限制 我不是坐在這裡 我只看到我現在視覺180度看到的東西 我是可以去到很多地方 他們宣稱說他們有辦法修煉 令到靈魂離開一個肉體 然後周圍去 而且這個還不是重要 可以令他們長生不老 鬼佬有練單術 練金術 Alchemy 中國的練金術 就是他們的東西 我們中國傳統的練金術 鬼佬練金術 鬼佬練金術是一直去到牛頓的年代 連牛燈也玩了 練金 才超越了中國 我們中國 從他剛才所說的周寧王的長弘哀子 他本身是四川熟人 東周時的熟人 天文力數 音律樂理 什麼都懂 他奉仕周寧王 後來周景王才做了大夫 所以這傢伙是最早的 我們稱為方仙道 當然後來春洲戰樂 有很多 其實都跟他齊名的 包括邊幾個 我讀一讀人名給大家聽 下面還有一堆人 包括 剛才所說的徐科 我們說些多汁一點 防忠術 就是出自他們的 對啦 這是不是汁 對話題 是不是開心 立刻 不是不是不是 我本來是剛才所說的 其實我們剛才第三節還沒開始 什麼叫道術 或者道學 這件事就是這樣的 剛才所說的 天文地利那些 後來道術或者道學 其實你現在 我最早看的版本 就現在combine成一個叫道藏 類似大藏經的藏 道藏在哪裏 其實是編本的 然後 全中國最齊的道藏在哪裏 就是北京中國道教總會的總臺 北京叫做白雲觀 聽到沒有 我當時 我當時去採訪 發覺他道觀有一套道藏 後來就發覺 原來道藏的銅是香港傳回去的 因為文化大革命那套燒掉了 又是靠香港 又是靠香港 什麼時候都在香港傳回去 台灣也是香港傳回去就發達了 誰叫你文化大革命一把火燒掉 誰叫你自己送回去 難怪不得 香港總臺就來香港 現在道教最可惡都是台灣和香港的 因為道教是我們中國最傳統的宗教 最本土的 其實是源自我們商朝的年代 那些鬼神 敬鬼神 瞻覆 精人 其實他那裡是很中國傳統的 只不過在春秋戰國之前 他是散修修的 一直到東漢到張杜齡就開始組織化了 即是黃老道也好 方先道也好 本來是個體服來的 其實是三派來的 方先道和陰陽家 正正是因為那個道家思想的出現 賦予了以前的薩滿教 還有一個滿天神 賦予了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賦予了一個哲學地位 也就是統一了思想在背後的東西 變成一個說法 如果用鬼魯現代語言 或者是一個類科學的解釋 世界觀就是這樣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要把道教拆解 即是anatomy and physiology 他的理論是來自於黃老道的 即是他的思想和哲學內容是來自黃老道的 待會我們再說黃老道是什麼 而他的具體操作 他的anatomy 即是你身體的器官是怎樣運行的呢 就是來自這個陰陽家和方先迅 我讀一讀道教的典籍 排名第一是道德經 接著是南華經 中虛經 道元經 陰符經 黃庭經 這六經是最主要的 但事實上 你剛才所說的防宗術 他有共有道教的 但他卻沒有放那麼前 哪幾本呢 寧書 掃問 掃女經 但他卻不會放那麼前 其實是很難推銷的防宗術 因為都是那句 指入沒有出 那你怎樣啊 大佬 你明白嗎 人類會絕效的嘛 類科學就是這樣 問題正在於這件事 是本土的 而且經歷了那麼多時間的會習 他的兼容性是極大的 他回到煉丹是哪幾本呢 參同計 普朴子這些 普朴子已經很早了 東進已經是東漢以後了 那進朝有一位很有名的 道學家 葛雄 他最後是寫在我們廣東的 寫在哪裏呢 那就是我們 惠州 惠州大阿灣那樣 我們叫羅浮山 羅浮山 不是大阿灣的家 當時惠州歸東莞管的 叫東莞泰秀 東莞泰秀 歸廣州的南海 什麼什麼 賜士館 他跟南海賜士 跟東莞泰秀都很朋友 避難中原大亂 北歸 北歸不到 他撞到好水不水撞到八王之亂 進朝八王之亂 回不去 那怎麼辦 不如來我們落寺廣東 來到廣東廣州 廣州市之後 附近有很漂亮的神山 你去那邊 修煉就一定行 這個就是羅浮山 所以羅浮山如果去觀光 割紅的遺跡 主丹藥的大鑊 什麼都在 很有仙氣 其實他旅行羅浮山 又去西朝山 所以我們廣東兩大道教名山 一個西朝山 一個就是羅浮山 東進時已經由於 割紅煉丹以成名 其實我看當時的方仙術 就是那些方式術士 我覺得他們 現在很流行我覺得 我認為的 我認為我覺得 其實他們是那些 individual 是有psychic ability 就是一些有通靈能力的人 但是他們就沒有一個思想框架 將他們組合在一起 他們不是一個組織 他們只不過散修修 可能有陰陽眼 另外一個是聽到鬼說話的 那麼他們呢 你要知道那個年代 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就是占卜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你皇室的制製 國家沒有魚 這個大罕 還是泡水 黃河反南 這些全部都要制製 問一下你上面哪位大哥不疏倉啊 你是不是要丟一些同男同女給你享受 還是你想吃豬牛羊雞 你要炆的還是薑蔥的 都要問清楚的嘛 等一下 他要同男給他同女 不適合 他不開心 他多做一鍋 就是西門寶寺業的那些 對啦 所以他要問清楚 所以 任何的自然災害 或者到底這次的災害 是否因為皇帝失德呢 還是其實不關事的 我原來因為你得不到你要的東西 所以你不開心而已 你扭計而已 所以那時候占卜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什麼呢 就是出不出兵嘛 唯智與勇嘛 是吧 這兩樣東西必須要占卜的嘛 所以那時候的方式 你可以隨福這樣 大哥 身價十倍啊 皇帝也相信你啊 秦始皇也相信你啊 你要三千同男同女 你要三千同男同女 還有幾個大選 去開發的扶桑 我猜 花多少錢啊 我猜那三千同男是被他毒死了的 他應該只納了三千同女 自己就去了扶桑 那他實在是很快啊 他實在是很快啊 我猜是這樣的 應該是我的版本來的 他們呢 其實今時今日的中國的術數 其實還是方先述那一套 沒有再是那一套 幾千年來還是那一套 而且他很流行 到程度是 他雖然沒有組織 他雖然是個別人士 但是在史記裏面都有 有的 裏面有說 為方先道 形解消化 依於鬼神之時 針對主要是鬼神 所以事實上我們 從比較宗教研究來說 其實道教屬於我們中國的撒滿教傳統 是本土的 這個撒滿教傳統從哪裡 從西伯利亞到滿洲 到蒙古到中國 一直拉到西藏 都是這樣拜法的 所以看西藏的本教 我研究西藏的本教 原來的儀式跟我們道教一模一樣 殺雞、殺羊、厭聖之術 壓服鬼神 然後每一次大祭祀 你看吐霍王國初期 一殺一百隻羊 一殺一百隻羊 然後撒狗血 然後戴上面具 嚇到你媽媽都不認得 結果後來被葬傳佛教吸進去 搞定了 連花生大師 就一直跟你鬥發 我們找一集西藏那一集才說 我們現在給一個預言 所以事實上撞傳佛教 是我們傳統的 西藏的撒滿教再炒佛教 破羅門教 破羅門教 我們中國越搞越文明 現在基本上就不像以前 如果一次過雙朝 殺幾百隻 殺幾百個人 雙朝還殺人 人生 你得閒走去哪裏 那裏 那裏 西藏這麼久的雙朝 近代都有 雙丘的博物館 雙丘的博物館 還有人骨 整個坑裏面的人骨 還有象仔骨 殺象 小姐 他不單只殺牛殺羊 所有動物都按比例 是啊 你看十幾個人坑那種骨坑 嚇死人 其實很簡單 那時候他們殺的那些人 是奴隸來的 奴隸是他們的 是僵人 是他們的 property 而他們最名貴的 能夠為他們提高生產力的 就是奴隸 和生畜 他將他認為最寶貴的東西 證明他的誠心 而其實鬼神 這個鬼神的概念 是來自佛教的概念 就是他的神其實不是天人的神 是大力鬼神 即是能力的鬼 他是嗜血的 所以你看道教傳統的人死了之後會變成神 就是這樣來的 不正確的 待會我們會說神和仙的分別 這個我們待會會說 夠不夠時間呢 有 我們一定要說唐大仙 說香港 要 香港最靈的 最有名的 最強烈的那個道教神 就叫黃大仙 我們現在香港有教主 不用拜黃大仙 那隻靈不靈 都是姓黃 不過不靈 那個有八個percent的問題 他有血制 有香港人的血制 有些港獨 現在說是平民的 道教的血制現在形式化了 不能真的見血 不用見血 道教其實是很忌血的 包括現在道教畫那些符 女生就很糟糕 促促如律令 那些 那個符女生為何要糟糕呢 就是你未來驚奇的期間 你不能夠碰的 我每個月 很準確 都是15號中午12點 我就說而已 如果有遲有早 很難控制的 但是道家對於血的 忌諱 是很大 他不止是女人的經血 包括動物的血 流鼻血 這個是直線 引申出來的正如坦白說 因為他源自於鬼神年代 殺悶有血制 所以血是很有法力的 很堅強的 所以為什麼他忌血呢 不是完全不碰 他怕控制不了 所以你看到本身道教 當張道靈變成一種有組織的宗教之後 就慢慢跟原來的薩滿教傳統脫節 所以到現在你要看薩滿教傳統 你一定要去西藏 一定要去蒙古 一定要去東北 還有現在還有最多薩滿教祭師 還有女祭師的地方 是在南韓 我親自去看南韓的薩滿教武師 他們的傳統是來自於東北的 南韓的巫女 他們的傳統是來自於東北的 東北因為有山林 所以東北出了很多什麼呢 我們所謂的五仙 胡仙、黃鼠狼、網蛇 你所說的那些 不過最近出了一個新的仙 叫李洪志發倫功 我現在不理你們的談博 我先回頭 我再說一下 滿洲和朝鮮 事實上根據我們自己讀國際關係 是同一個區域來的 我們叫滿鮮市 或者滿鮮地區研究 因為那裏根本就不是中國的 滿洲地區是 到清朝才當駕莊 在1644年成為中國的領土 1644年之前 中國政府 只是偶然勢力伸進去東北 東北自古不是中國領土 極其兩位是燕光 連唐太宗 去朝鮮 打高距離 都被他打到混蛋 趕回來 唐太宗這麼偉大 都被冤蓋蘇文打到混蛋 所以很多韓國同學說 你們中國經常侵略我的 我們民眾英雄叫蓋蘇文 就是打到你們唐太宗的混蛋 民眾英雄 道家剛才說過 他騎了兩派 其實不止兩派 如果把陰陽和五行都拆開 就變成了陰陽家 和方先家 還有就是黃老 黃老是很重要的 因為黃老是一個政治勢力 他就是說老子就是來自於黃老 黃老的思想 我不是這麼說的 他由形異上變成了一個世界逐世的政治指引兩回事 對 這個很重要 我一定要說 他說什麼呢 他就說 他的學說 他是尊皇帝 你發覺很有趣的 方先術和黃老術 都是天元皇帝 天元皇帝 沒錯 他們主張什麼呢 這個就是思想 哲學內容 他主張清靜無遺 與民憂息 不擾民 天下安寧而至 關鍵是什麼呢 就是他的出場位很漂亮 因為秦始皇玩得這群人很糟糕 不停地興建東西 又長城有意又老 接著是攬好這個文力 又用酷刑搞到 十五年玩完了 之後那怎麼辦呢 大家都聽過一個傳說 漢高祖職位的時候 想找四隻銅顏色的馬 都找不到 巨文傳說 他們發覺用什麼方法 你這麼多 諸子八家 這麼多套學說 我應該用哪一套 能夠最受落呢 好像現在就說 港獨受落 在年輕人當中 當你玩得這麼殘忍之後 很累 他就是想與民休息 所以當時不論是 宰上蕭河 曹參 漢朝的開初那幾個 起碼到漢武帝之前 沒錯 都是信王老之道的 是的 當時最出名是豆太后 豆太后就跟漢武帝 兩個人在那裡隔 我是要行王老之術的 王老道的 然後孫仔 你就要行獨尊儒家的 那怎麼辦呢 兩個人 老那個人會死的 死了 勢力以去 大勢以去 包括她的 豆太后的 孫子 不是不是豆太后的孫子 豆太后的寫歌是誰 豆嬰是她的誰 豆嬰是她的侄子 是的 都被漢武帝 賣掉了 那又不是漁術的 政治理由 你那個是內如外發 他那個是法家 不是漁家 其實道家和法家 其實是同一件事 沒錯 這個非常過癮 這個很值得說 很多人繼續讀道家那一套 是源於法家那一套 是源於道家的 還有名如陰法 我讀了整年中國政治思想的事 就是專門讀老莊的 正中國政治思想專題研究 就是看老莊如何和法家合流 然後最後 然後跟著是外如內法 董仲舒提出所謂的假如家 其實董仲舒是三派 一派 都是劍蓉的 陰陽家又有 你好聽劍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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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家又有 然後就掛個 假豬頭就叫瑜伽 這個豬頭也很假 這個豬頭的名字叫春秋煩老 哇 加到媽媽 其實你看裡面 沒有什麼是瑜伽 沒有什麼 假瑜伽 所以譚伯說這個很準確 呂皇剛才提到這件事 當你將一個 宇宙觀念 哲學觀念 拉了下來 逐世變成政治指導思想的時候 就出事了 正如你將這個道家 拔了過來變成法家 但你就不是道家原來那一套 你拿了道家裡面某些 類科學的概念 例如 莊智會說 天地不仁 以百姓為初九 土的皇帝 是不會顧你人命的 另外還有什麼呢 很多人害怕 退為盡 那些 也有的 暴風不忠招 對呀 找權術那些 杜家爺 我撐住你 我知道你很猛的 撐住我不敗 記住 我們中國的軍事之後有一點 西方是沒有的 西方是沒有選擇的 不勝不敗 你這個真的打不過對方 你就會圍住不敗 等他 突然暴風暴雨 莊智誠講到明 你才反他 你才反他 莊智誠講到明 你幹嘛要跟別人鬥呢 你鬥只會有兩個結果 要是你輸 要是別人輸 他趁勢的嘛 不鬥更好 所以就是不打 你發覺很過癮 其實朱子伯家雖然說 在漢武帝之後獨尊了儒家 實際上是三派 四派 陰陽家 陰陽家 道家 法家 再炒儒家 四鑊炒一碟 這個很厲害的 所以他一直是滅不了其他聲音的 他雖然說獨家 但他實際奉行的是法家 他哪有停過 而法家那一套是來源於道家的 所以其實統一能力最強反而是道家 敬過恩 其實後來智覺也是靠這一套 因為光靠儒家沒有用 儒家是廢帝來的 好像是豬頭 豬頭 一招牌不錯 還有看漢武帝到底他獨尊儒家 是不是單純地因為他巴儒家的理念 還是他想在他母親奪權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不知道他母親 你記住那時候還有劉安 那時候他的阿叔是勇兵自仲的 是很嚴重的 寫淮南寺的劉安 也是一人得道雞犬勝天的 寫淮南寺的 淮南寺也是道家裏面的其中一本著作 黃老思想 反正當時很多著作失傳了 幸好有個馬王堆出來 寫白書老子皇帝四經出來 以前黃是失傳了 但最後再寫黃帝四經才知道 黃仍在 但淮南寺是不是真的沒有了 淮南寺有 但有一輪禁書 因為淮南寺被抄家 後來又翻出來 一直到漢武帝死了 於是又翻了淮南寺出來 平反了 有一輪就沒有了 你知不知我在淘寶裏 我搜尋胡適 我居然找到胡適的書 我覺得很神奇 為什麼會有呢 不是應該是禁書來的嗎 胡適 無胡適最近可以防範 胡適前幕全部可以防範 書這間是禁之不絕的 還可以找到的 證如馬王堆的個案是極其過癮的 有很多是讀歷史以為自己讀得很厲害 那位老人家 熟讀二十四史的都說很厲害的那些 你一下子就爆他了 說史記的那些 我就跟你說這個時間狼 你真是事實上挖出文献對比下 你就知道中國歷史大堆要修正 不叫修正主義 而事實上中國歷史從來都是用政治去演繹過史記的 因此歷史紀律從來都是哪個當權誰寫 你如何可以保存真相 你找到時間狼出來就行了 你像淮南寺一樣 公元前122年 看武帝說他欽結賓客賦秦百姓 就是為伴逆逆事 那劉安呢 懷南寺一看不對勁 即是說他謀反 就是自殺 斷後路 全部都殺了 政治有殘酷 所以你看得到 所以他的本書有可能 其實他也算與世無爭 我覺得這件事也有點鬼 都沒有辦法的 政治有屈起相違 功高震主身毅 權傾天下者死 你既然如此勇兵自重 權傾天下 那當然要死的了 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我覺得 不過要等你們補充 因為你們兩個歷史強太多了 就是淮南寺 即是淮南王 劉安 因為他身份的關係 他比漢武帝更加 比皇位更加 而他就算怎樣扮成世外高人 傳說中的豆腐就是他發明的 因為他練仙、練丹、玩癖谷 搞來搞去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些石膏 放進豆汁裡面 什麼都滷了 對,就變成豆腐 我要澄清剛才 原來北京白雲館那一套 可能周恩來聖母 早已搬到中國國家圖書館 又藏起來了 免以一載劫 另一本是日本宮內廳的書齡部 所以中國的道狀是有的 我們香港後來就翻印了 所以香港幾大道館都有 包括青松館、黃大師的圖書館 但講到這個書的問題 回應到呂王剛才的一句 其實我講過 《壞立旺》的其中一部份 天文地都有 包括一些科兒 道教儀式、方術、神仙傳、道教史、醫藥、養生、天文史地、朱子伯 加什麼都有 所以你看看有一個鬼佬叫李約瑟 他研究中國科技史 一定要看道狀 道狀包括這些 其實原來很多中國傳統的科技 特別是由練單純索化學 全部看道狀 真是哲學 回應到呂王剛才說的 《淮南王為什麼要死》 就不單止與世無爭政治上被迫死 反過來是用另一個角度去看不清楚 就是勇兵字還不簡單 最慘是他寫出一本這樣的書 或是編出一本這樣的書 還有這麼多賓客 他有了道 出書會死人就是這個意思 歷史從來都是從來的 出書會死人 為什麼有些人參選不到 被造消資格 你想想他那一套這麼齊全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還有科學 醫藥全到制世為位齊生 還有軍事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我想說他的血緣 他為什麼比漢武帝更加兼職呢 如果是論資排行的話 他是劉邦的孫 他是狄生的 他高一輩 他是向影帝同輩 他是他的叔 他跟漢武帝是差高漢武帝一輩 嗯哼 所以你想想漢文帝那時候 下召將淮南國 給他三個兒子 又是因為他是長子 因為劉安是他的長子 所以他繼承了著位成為淮南王 而他是直系來說 你不是嫁了很多代 你只是劉邦的長 即劉邦的孫 而高漢武帝一輩 漢武帝如果人們要勇 的話 絕對是可以推出劉安 如果不是漢景帝做了皇帝 那就先不輪到他 沒錯 所以算是旁落了 這件事 更加造成他非死不可 最常可惜的一件事 因為現在的記錄 漢書記錄是說 劉安是畏罪自殺 因為被人罵他謀犯 但其實民間不是這樣想 民間是相信 一人得到雞丸升天 就是他 但這個心理上是自我安慰 我相信史記 我不相信民間傳宣 希望有什麼Happy Ending 而已 不過說到雞丸升天 真真正的歷史上 明文記載雞丸升天 就是姓黃明初平 後世稱為黃大仙 沒錯 黃大仙我們那時去金華豹新聞 因為當時我 南懷錦先生 投資金銀鐵路 我們去採訪 去到金華 一跑完新聞 第一件事就去看一個廟 先說明文革是拆掉的 然後改革開放之後 又是我們香港人 重建 所以現在看到金華豹 80年代之前不存在 我們90年代已經做得不錯 重建歷史 這裏又是什麼人呢 黃大仙 黃大仙本身是當地金華的木童 結果有一天 看到一些方士很靈 於是他跟了他入山去修煉 得道升遷 結果四十年後 大哥找他 找到一個洞 結果他老了 他的弟弟竟然撕掉 依然是痛 對 而且不相信他得道 那怎樣呢 就叫他示範 那他就拆石成羊 厲害 是不是很厲害 所以這個洞就叫拆石洞洞 拆石洞洞 這個洞現在在這裏 就是赤松山金華洞 現在變成一個石室 神跡地點 我們說五餅二餘 西方有五餅二餘 東方近代的 就有一個拆石成羊 黃大仙 其實黃大仙也不是近代的 他是公元三二八年左右 都近 東俊人士來晉朝 近地 和耶穌相差三百多年 我們說一下神和仙的分別 還有鬼 有什麼分別 神和仙最大的分別 一句都說了 一個是拆封的 神就是拆封的 封神榜 你不要管你欺負不欺負不欺負 你欺負不欺負不欺 有一個拆封的坦己 都可以被人拆封了 都做了神 貪狼聲就是他 這個咒王仆街佬 謊人無盜 令到民間遠聲再盜 殺人無數 我喜歡元順帝 不要把話題 讓我回來 因為最後咒王仆街佬 咒王成為了破軍 你不要管 就算你能夠拿個心出來 給乾獻心 給乾獻心 又做了太弱 你這麼慘 你要獻心 你也是做了神 但是這個 一輩子在酒池玉琳的咒王 又是做了神 政治處理 沒有錯 你不要管 上面那段天庭等人 通過政治上的神 封神安排 天下安定 就是這樣來的 那時候周朝初定 這一班周朝的公臣 建國公臣 有他父親周汶王 也有他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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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之前亡國的 就王坦紀那一堆 全部封了 不要管 你不需要修煉 你不需要任何公職 總之上面等人用 你廢的都可以 照升上來 全部做了 但是封完了之後 沒有封自己 江泰公 江泰公 有 天璣就是他 天璣就是他 就是江泰公 沒錯 要先糾正 原來赤松王大仙 共產黨佔據大陸之後 他為了發展水利 就把黃大仙的赤松罐 在上面建了一個水壩 水庫 整個這個保織罐 或者赤松公 就浸在水底 原來根本就不是賊 是整個埋了水底 就變成龍王公 沒錯 或者成王 成王 都可以 很大王 這樣都可以 毛澤東也比滿天神佛 他就說 對 這個像是他做的 這個 那些就是雨天鬥 奇樂無窮 這個赤松公 現在是水底 他也不是賊 成一國 對賊你 我不喜歡 他反宗教 你知道大陸 宗教早期 他又不是反宗教 是賊寺廟 天下只可以有一個神 就是毛澤東 沒錯 說到仙 仙的分別是什麼 就是修煉 你要靠很多的努力 不是插風 你可以內丹 外丹 闢谷 用完所有的方法 令到你最終成仙 那練仙是不是人的專理 就是菲亞 什麼都可以練得 胡仙 我們最喜歡胡仙 黃鼠狼 網 蜘蛛 都可以練得 黃鼠狼 青鼠狼 青鼠狼 你這個鬼佬 什麼都可以練得 因為他吸收的是天地 天地日月精華 沒錯 為什麼會有胡仙 有胡妖 不同的分別 就是如果練得好的 心是善的 那就是胡仙 龍虎山 也有胡仙 才被封為他們的護法 為什麼 因為他是發善心的 他是好的 但是也有胡妖 蛇摸愛到 就是害人那些 原來他害不害呢 心 那怎樣秤呢 即是話鼻一話鼻二 那當然是華氏 周順那些 華氏 我覺得你是好的 你就先 你不好的 你就變得妖 其實我最喜歡的青蛇白蛇 很有趣 尤其是白蛇 極有趣 極有趣 又可以跟男人結婚 又生了個兒子 兒子後來見他押了塔下面 屍林仔蠶 拜到塔倒了 救回媽媽 真不錯 真是 如果是 如果是 看白蛇傳 更加精彩是什麼 是日本的玉燥堂 這個更精彩 安徽精明 這件事 這個厲害 是一個 狐仙 化身了一個 絕世美女 日本版的狐仙 對 成為天王的重機 然後天王身體 日益衰敗 越來越差 快要死 然後被安徽精明發現 原來你是狐仙 他問坦記也是九尾狐 對嗎 坦記是很冤枉的 真的很冤枉 看到賴他要斬他 真是慘 大哥 有一點點耶穌的門徒又大 有一點像 明明就是我叫你出賣我的 撐你的廢後 變得罪人 做起做傳統 麻煩 還要被人冤枉了幾千年 慘 但安徽精明的單 這個狐仙 好像是九尾狐 為何安徽精明會知道 玉燥堂是九尾狐 因為他老母自己是 他醫下精彩 聞到自己有 聞到狐仙 他自己是混血的 你明白嗎 即是demi god 對 他自己老母就是白狐 所以安徽精明 他認到玉燥堂 就是一個不好的 想是亡國的狐仙化 聞到他是狐仙 你怎會知道他好還是壞 因為他害天王 一定壞 天王可能是壞的 你知道以前的政治判斷很簡單 開皇帝就不好 這隻 像狐仙 白 這個白貓貓 白狐 不過我仍然說黃大仙 說黃大仙的崇拜 其實是這樣的 黃大仙的崇拜最初先傳到廣州 他在元朗的廟就放在潘儀那裡 怎麽後來呢 去扶基 扶負說要搬屋 要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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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即是面祝附 扶基 扶負想想想不妥了 於是找到誰 找到陳濟和我老婆莫秀英 南天王 廣州督軍 是的 幫忙 於是就搬到香港 最初都不是現在這個位置 所以香港有兩間黃大仙廟 一間在現在黃大仙的山仔上面 就是現在我們去求籤 息息源那個 還有一個在龍祥道 龍祥道 荃灣上去 龍祥道那個是有扶基的 但是息息源那個反而沒有 至少沒有對大眾開放 而扶基這件事 就是很值得大家說 不如我們先說一下 好 如果是對鬼神之雪 這件事 癡之以鼻的人 其實可以試一下 因為是挺神奇的 說真的 我試過 我過來人經驗 告訴大家 你扶基就是一個四下無人 你找這張紙 寫下你的問題 摺起來 沒有人的 不用燒那一隻 燒了它 燒完之後 它都扶出來 是會背的 是會背的 它在沙板上 沙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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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取回你的名字 取回你的問題 取回你的答案 給你 那你就覺得很神奇 為什麼我寫了那些東西 又沒有人見到 然後你又不是個底紙 就是一張普通的紙 我燒了 為什麼你會知道呢 這樣 通靈 這件事挺有趣 你們有沒有試過 扶基 沒有 我看別人扶 我自己不扶 為什麼不扶 因為我是天主教導 我們不能扶 你不能自己扶 你不能自己扶 因為台灣話叫鄧介 鄧介我知道是基同 基同 基同是選擇的 台灣話叫同基 他選擇的 不是發氣 概念一樣 是發氣 很明顯是傢伙 其實黃大仙 看到香港那麼旺 當然跟他有求 幾乎有關 但是反正在時代中變遷 因為如果不是 因為中國大動亂 其實我覺得 人們已經覺得不妥 所以才扶基 走到哪裡都不用死 即是他預測到自己的走爛 可能要走爛 走到香港 聰明仔 自古以來是不說的 是啊 又是靠香港 是啊 而且現在黃大仙 宋帝丙去了哪裡 哦 OK 宋帝丙現在在崖山的海底 宋帝政廳的撞到海上 撞在我們珠海那邊 宋帝丙就下了海 一連綠秀虎揹著他 拿到全國的玉璽 在崖山就跳下去了 照計全國的玉璽變成了香港水域 不是 那裡是台山水域 台山水域 香港只是臨時住宅的地方 就在觀塘九龍灣 宋帝丙 然後 這件事真的有些仙氣 他們先住宅在九龍灣香港 然後搬到澳門賭場 現在的路坦田 好旺啊 搬到澳門 而澳門也守不住 再搬到台山 就是這樣的 在我們廣東省都住在四個地方 一是潮州 二是香港 三是澳門 四是台山 但是台山不發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死在那裡 都不會 還未發到 潮州發了一段時間 其實潮州民國很有錢 現在香港的兩名首富 首二都是潮州人 潮州其實在名稱以來一直都是廣東省最富庶的經商 因為他壟斷了東南亞和泰國 泰國、新加坡、馬來亞、馬六甲 全部都是潮州商人 但是潮州商人就不太相信黃大使 他經常說的 三三祖師 清水祖師 那些都是道家的東西 清水祖師、三三國、開張聖王 那些 不過現在大陸的黃大使廟的主持 是誰呢 是全真教的 第二 什麼派 要看看 是關不關城吉斯學士 關閉經濟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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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真教內的不知是什麼派 他的祈誠是來自長春生營書 關閉經醫師 讀到了 現在任了大陸黃大使廟的主持 叫聖崇子 現在有常駐道長大約二十多位 屬於全州華山大 三十一代 真的屬於三十一代 但需要加入愛國教會嗎 現在不應該沒有 因為道教沒有愛國教會 道教很奇怪 道教傳媒是華人和漢人 台灣也是 台灣的開台祖廟在屏東 是客家人帶過去 在屏東縣申拜 因為偏僻鄉貨不成 所以台灣最盛的地方 就是新北市三重區 在台北市對面隔壁的水河 那裏有地鐵站 叫做仙式公 仙式公站 一出地鐵 二百公尺之內就見到 而且跟香港一樣 又搞學校、道觀 所以他本身的負責人 是屬於全真教的華山牌 所以看到 他本身 現在台灣的黃大師廟 都是用全真教的系統來負責 但是香港就不是 我告訴你 神仙最本土 比我們人類更本土 他們的地域主義很嚴重 你發覺每一個地方 石頭就可以爆一塊出來 是的 然後 他們本身有陀地 更嚴重 貓科動物很地域 他們更嚴重 就是你外來的神 想進來入侵我們地盤 先打過 剛才譚北也說了幾句 蓮花生大師 入西藏的時候 那時就跟西藏本身本教的鬼神 有抽獲金 每一次搬來搬去都會有這樣的現象 值得一提 其實很多所謂的道教的道士 其實都不是很熟悉的 知道嗎 我們經常說神仙 我想一般人都不知道 神和仙的分別在哪 剛才我講過 神就是封上去的 你什麼都不用做 一是可以 一是不可以 I know you are the chosen one or you are not 仙就麻煩你自己練 一千幾百年 可能練練練會可以的 我們有一集有講過 狐仙的禁失 為什麼九尾湖是比普通的湖更厲害呢 因為巨紋好像我的兒子很帥 他拼了幾條尾出來 他的靈氣 他的力量是坐在尾上 即是太陽能收集板 沒錯 他收到爆的時候 他就會爆一條尾出來 他不會收五百年 所以九尾湖已經是他的最終 九五四十五四千五百年 四千五百年 建歷盡世間的變遷 這樣 但是 因為盡得很化才是 很化 應該 所以現在我們說 神和仙 一般的道士未必分得到 再來就是 旗是什麼 神旗的旗 旗字是什麼 就是地上面的神 就叫做旗 神是在上面天庭游走的 在地上面 土地公 就不是神仙 他是地旗 如果你稱呼他為神仙 就錯 就是這樣 這些很基本的概念 其實經過法國大家明白 不是 經過文革 文革之後 那些人都睡不清了 都已經睡不到了 很亂 那時候你迫華一套小說 就講了這個現場 拋潤了雷鋒塔之後 就通家有鬼射身 人鬼不分 就是這樣 其實就不是拋潤 那個是 1922 他拆了地公 那些人要偷磚 你知道嗎 偷偷一下地基 就鬆了 整個雷鋒塔倒了 那時候就是民國時候 應該是30還是1932 那時候 那時候就不是 時臨濟濟濟濟 後來一直都 就是有孝子的事 那時候 我大概90年去訪問 杭州那時候 都沒有重見 我走完之後 大概幾年後 九幾年後可以重見 所以現在又見回雷鋒塔 又有雷鋒塔 雷鋒塔的廟就很慘 因為我開一條環湖公路 西山路 就把廟都慘了兩邊 然後發現廟是很慘的 一條公路中間的 廟就有一幅 照壁 照壁在左邊 塔在這邊 塔在這邊 塔在這裡 照壁在這裡 廟就是在這邊 整個廟就被拖開兩邊 那是圍牆來的 那是圍牆來的 隔開兩邊 那現在照壁在那邊 就變成公園連雷鋒塔一塊 但是廟就是這個 鬼整天通街走 那現在廟就另外要建一幅牆 建廟門 其實你們都知道照壁用來做什麼 就是防那些鬼走進來 沒有照壁的 那個廟沒有照壁的 直入 直入 一進去就已經是四天王電 然後再進去大黃寶店 所以現在天下大亂就不要怪人 其實正常你建公路不建公路 那是西山路 應該就兜回那個半島仔 那個雷鋒塔 那半島這樣兜才對 他不是在國產黨坐在那邊 就中間來西山路 坐在那邊 對 誰人最開心就是九尾湖 對 誰最想亂 大家明白 所以變成這些事 講了很多話題 要講 最初講的話題跟我有關 當我十九歲考到台灣的大學 我媽媽就很迷信 她說不知道是去好還是不要 於是就在黃大線占卜 占了第一百籤 這一百籤是什麼呢 最後一支 中吉 但有寶物從歸底之意 又有匹極泰來之意 原文叫做白花勁放賀陽春 萬物從今進轉身 沒數莫言窮運之 不知匹極泰來南 即是匹極泰來南 結果我媽媽後來晚年也挺好的 是啊 沒有問題 其實她也想要她 她也想要她 找借口 一回事 結果一針到黃大線這個籤 吉籤 即連反對都沒有 證明這個宗教是可以影響政治 沒錯 很好用 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 掃諸鬼神 地上的人也不會反對 這一百籤原來是吉籤 很聰明 而且都說是由蘭變異 即是當年那十九歲的 台灣的家庭還挺窮 潛入街景 然後我就變成第一位大學生 黃大仙也很靈 也挺靈 所以其實華人有很多 黃大仙也解決不了一件事 那雷王下次有什麼好說 即是說西藏 西藏也可以 婆羅門教也可以 我覺得先說佛羅門教 先說佛羅門教 先說佛羅門教 說佛羅門教 當然再說到丹特羅佛教 其實我覺得我們三個做好 蕭公子 當然不是啦 當然啦 就三個 聽眾覺得怎樣 先到丹特羅佛教 再怎麼轉 這個正 大家拭目以待 聽眾如果想有蕭公子 在如是我聞的 請勇約留言 別這麼說 我回答我 先到丹特羅佛教 先到丹特羅佛教 下集見 拜拜